你遇到过如此好的老板吗 眼前的妹子是一家餐厅的普通服务员 然而不普通的是 这家餐厅的服务员个个都是穿着清凉的性感美女 她就是协取女孩餐厅 她的身影遍布全美100多家门店 拥有4000多名员工 每年营业额高达2.5亿美金 而她的幕后创始人就是我们的主角老罗 作为美国发展速度最快的体育酒吧餐厅 老罗一直坚持与其他餐厅不同的原则 就是让员工展示自己得体的举止和风度 为了贯彻这一中心思想 她决定潜入自家公司门店 以实习生的身份打探底层员工的执行情况 于是她戴上假发粘上胡须 一番乔装打扮后连自己亲生女儿都没认出来 为了让此次拍摄不被怀疑 她假扮成一名生意失败的落魄店主 每位员工都被告知这是一档真人秀节目 老罗在餐厅实习的表现 直接决定她最终能否得到节目组的资金 来投资新的商业项目 卧底第一天 她来到了一家酒吧做酒保 娜娜是这里的服务员 工作前老罗需要换上自己的工作服 看着眼前的裙子老罗傻眼了 没想到自己一把年纪还要做这样的挑战 但你别说穿上裙子后的老罗还真心难 随后娜娜耐心地交给她高校推销啤酒的方法 娜娜是一个真正的推销高手 她总能让顾客心丹情愿尽可能多的消费 她热情的工作和从容不迫的服务 让老罗很是佩服 但当娜娜离开让老罗自己独当一面的时候 话风就开始变了 没想到一会儿功夫老罗就开始手忙脚乱 不是给顾客上错酒就是收错了钱 其他顾客需要服务她也没能照顾到 这番体验让她对这份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 正当她沉浸其中时 娜娜却哭着回来 一番询问下老罗才得知 原来娜娜是一名单亲妈妈 前夫在签下离婚协议书后就离开了 如今自己带着两个小孩生活 其中一个还患有自闭症 就在刚刚她得到消息 原本患有膀胱癌的父亲癌细胞又扩散了 这让原本艰难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说完娜娜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但不一会她又重新收拾好心情再次恢复工作 老罗被她的坚强深深感动了 时间来到第二天 老罗来到了一家分店打算体验酒吧安保的工作 小思是这间酒吧的安保人员 原本老罗以为她只负责安保 没想到她在白天还要做清理餐具和运输冰块等等杂事 这些看起来轻松的工作 轮到老罗时却并不像那么回事 尽管如此 小思不仅没有任何抱怨 还尽可能把每件事都做到完美 这让老罗由衷地敬佩 在两人闲聊中老罗才得知 小思现在还是个大二的学生 因为奶奶和妈妈相继病重需要照顾 自己无力承担学费才不得以辍学打工 老罗十分欣赏这个有责任心的小伙子 晚上是酒吧开始忙碌的时间 在小思口中老罗了解到 店里的女服务员经常被顾客骚扰 这让很多服务员没有安全感 然而面对这种事情通常她也很难处理 因为小思在入职培训时紧紧被告知 顾客没动手前千万不能动手 至于其他的应对方法 她只能自己想办法处理 而主管面对这种情况 通常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老罗听完后十分震惊 因为他知道公司其实是有关于安保的系统培训的 很显然这是公司的制度产生了漏洞 这让他意识到酒吧必须重视安保的问题 因为这不仅是为了顾客 更是保证员工的安全 第三站 老罗将在另外一家餐厅体验一天的服务员 年轻的小安带领她今天的工作 看着小安把啤酒放在自己头上 然后快速传递给顾客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老罗一开始对小安那份极具感染力的待客之道很满意 但接下来她的行为却越来越过分 她不仅给顾客疯狂喂酒 还不顾客人的情绪不断讲黄段子 搞得整个场面十分尴尬 这种不得体的举止和风度 完全背离了公司制定的行为准则 这让老罗气愤不已 但在随后的交流中老罗才得知 贪玩的小安其实本性并不坏 高中没毕业的她只是缺乏正确的引导 看着眼前的小安 老罗想到了跟她差不多大的女儿 她觉得小安不应该如此浪费大好的青春 最后一展 老罗今天要到另外一家酒吧体验后厨的工作 食物是吸引顾客再次光顾餐厅的关键 经过前几次的卧底体验 她原本对自己并没有抱太大信心 然而老瞻却改变了她的想法 作为这里的后厨主管 她不但能有条不紊地指挥所有的工作 在订单爆满是眼疾手快地处理菜单 还能在空闲之余 细心地教导老罗如何炸蒜香薯条和汉堡 在她的带领下 所有人都像军训一样丝毫不乱挣脚 这让老罗不得不佩服她的领导能力 闲聊时老瞻说自己非常喜欢邪群女孩餐厅 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让她感到温暖 因此她非常喜欢在这里工作 这番话让老罗感到很是欣慰 然而接下来的谈话中老罗才得知 老瞻每天要打两份工 一天工作时长达到16个小时 她已经算不清自己多久没休息了 自己如此辛苦的原因是因为家中的四个小孩 她想让自己的小孩生活得更好 所以她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 老罗为眼前这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感动了 老瞻的愿望 何尝不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的平凡向往呢 拼尽全力仅仅是因为身后还有自己需要守护的人 至此 一周的卧底工作结束了 是时候揭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了 公司总顾 当她卸下伪装走到他们身边时 竟然没有一个人认出她来 不得不说 老罗应该是节目史上乔装最成功的老板了 当老罗告诉大家自己是公司总裁时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那么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又是怎样的惊喜呢 首先是小安 老罗严厉指出了小安在餐厅的不雅做法 原本还一脸笑意的小安立马被吓哭了 好在老罗并没有因此惩罚她 反而告诉小安她只是需要一个正确的引导 于是老罗给她安排了一个老师 让她好好跟老师学习言行举止 同时她还跟小安做了一笔交易 如果她能完成自己的高中毕业考试 老罗就奖励她一万美金 让她可以去任何她想读的学校上学 这让小安又重拾了人生的信心 接下来是小思 老板夸赞了小思的工作能力 并且感谢她指出了酒吧安保的问题 因此她决定在全部门店实行全面的相关培训 考虑到小思妈妈重病 老罗特意拿出5000美金用于今后的治疗 不仅如此 老罗还给了她一万四千美元 让她还清助学贷款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 小思对此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随后是老瞻 考虑到她为家庭牺牲了很多 这么好的员工老罗不希望她如此辛苦 于是老罗决定给她两万美金 希望她能辞去另外一份工作 全身心投入到邪区女孩餐厅工作 老罗还贴心地给了她一笔资金 让她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旅游 所有的费用都由老罗承担 这还不够 老罗还给老瞻的四个孩子建立了两万美金的学业基金 帮助她的孩子能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老瞻激动的已经说不出话了 辛苦了这么久自己终于可以松跑气了 她也表示今后会更加努力地工作暴打公司 最后是那 奈娜是老罗印象里最理想的员工 她非常欣赏奈娜对工作激情满满的态度 于是老罗不仅为她的孩子建立了一万美金的学业基金 还为她自闭症的儿子拿出了两万美金用于治疗 不仅如此 考虑到她的父亲身患癌症 老罗还专门给她两万美元由她自由支配 奈娜听后气不成声 她不敢相信这种好事会落在她的身上 节目最后所有员工都聚集在了一起 老罗分享了此次卧底经历 通过这次卧底她发现了公司存在的诸多问题 她非常感谢在场的所有员工 随后老罗还把自己的家人介绍给了老瞻 或许老罗觉得老瞻跟自己是同一类人吧 他们都以家庭为重心为之付出努力 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这才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吧 愿每一个打工人都能遇上好老板 心怀爱意勇往直前